中佳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关心 外木山台电协和发电厂 要转型为天然气发电厂 规划要填海造路18.6公顷 大约443个篮球场大小的土地 来兴建天然气除气潮以及码头 这个计划如果通过 外木山恐怕大约有7万多株的珊瑚 将被活埋 因此基隆市议会过半数的议员就联署 要求市政府相关单位的人员 在明年1月召开的环平专案小组会议前 应该要代表基隆市民 对这个规划案有疑虑 要求改用其他的替代方案来处理 跨党派发起联署的市议员 王醒之张渊祥 以及陈维仲三位议员 取得另外14位跨党派市议员的支持 在基隆市议会提案 要求市政府相关单位人员在明年1月召开的环平专案小组会议前 应该要代表基隆市民反对这个规划案 采用其他各种可行的替代方案来处理 避免外木山7万4千多株珊瑚被活埋 以及保育类海龟的7地和4分之1外木山海洋生物的消失 不只是市民朋友 大家因为不知道这个情形 不知道协和电厂 利用更新改建为天然气的发电基础 而夹带着一个包裹 这个包裹是要来填海造路18.6公顷 等于443座篮球场 这么大的一个范围的填海造路要在外木山发生 可能会灭绝掉外木山的天然海景 以及海底下的生态 明年1月要来强势闯关的台电协和电厂这个环平案 他是只用12页不到 甚至还在网路上复制资料的这个报告 来告诉基隆市 就是说我们现在大家珍惜 非常多市民爱护 而且非常对大家来说 非常多美好回忆的一个海岸 就即将在明年1月被强势闯关 就直接来判下死刑 然后要填海造路这么大的面积 那其实会造成整段5公里的海岸 我们仅存 我们自己基隆市旅游网上面写的 仅存的5公里天然海岸将会丧失 这件事情是没有人可以接受的 但是台电却公开的拿他们民意调查资料 所有八成的基隆人都赞成这件事 但是我们站上街头站上肥皂箱一讲 跟基隆人说 台电要吞海 大家马上都说不知道 我们都已经提出四到五种的替代方案 但是台电都不愿意仔细研究 最根本的就是就现有的厂区 已开发的厂区进行重新检讨 这件事情没有那么难 谁说一定要填海造路 活埋七万株珊瑚 才叫做好的能源转型呢 想要拜托基隆市政府 看在17个议员共同提出这个案子的份上 请你下一个月到环平会开会的时候 各局处麻烦提出对于这件事情有疑虑 要求台电再仔细审视的意见 证明给我们所有基隆人看 基隆市政府是一个关注海洋生态 并且愿意守护我们基隆市最后一段 最长自然海岸的决心 提案中说明位在外木山的台电协和发电厂 要转型为LNG 天然气发电厂规划用填海造路18.6公顷 大约443个篮球场大小的土地 来新建两座16万公柄天然气除气槽 以及天然气船码头 这个计划如果通过外木山海洋生态 将受到严重破坏 因此基隆市议会过半数 跨党派总共17位议员联署 要求基隆市政府相关单位人员 在明年1月召开的环评专案小组会议前 应该要代表基隆市民反对这个规划案 采用其他可行的替代方案来处理 而在临时会闭会前 议长蔡旺莲鉴于联署的市议员众多 特地让临时动议提案议员说明 但是依规定市府官员不需回答 议长也希望市长和市府官员 要重视议员们的这项建议 刚刚既然是很多议员在关心这件事情 我就也在这里也希望说市府对本案 一定要审慎来言议办理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未来要协助改善基隆市高地社区供水问题 自爱水公司一区处将新一区的民生社区 及七堵区的绿叶山庄等列为 111年度的高地供水改善社区 不过因为还款的方案和缴费的方式还是有问题 因此市议员希望基隆市政府和水公司 能够协助社区解决这些问题 让改善工程尽快进行 基隆市议会到新山水库 听取水公司一区处对于自来水各项问题简报 其中为了协助改善基隆市高地社区的供水 自来水公司一区处将信义区的民生社区 以及七堵区的绿叶山庄原美馆优美小镇等社区 列为111年度高地供水改善的社区 透过这些老旧高地社区的改善降低漏水 提高供水稳定度供水品质 这个也是都可以确保我们民众的生活品质 用水用电就跟生活息息相关 不过因为这两个社区还款方案和缴费方式还有问题 市议员何淑平希望基隆市政府和水公司一区处 能够协助社区解决这些问题 让改善工程尽快进行 这两个社区是刚好就是符合了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就是建商他并没有留下基金 然后他们又没有管委会去收这笔钱 那这两个社区入选了 那这个已经因为时间的关系当他们要上市这个机会 我觉得很可惜 那他们本来也很想缴 他们第一个有提出用五倍券 那五倍券的时候又非消费型的 然后又公司法第15条又不适用 那他们非常想缴 那他们在问说可不可以水水费征收 就是来帮他们分三期 那因为你的工程也是持续在进行当中 那所以说是不是可以分三期水水费征收 而且水费征收每一户都收得到 这第一点 那第二点如果说水公司跟市政府能介入来帮忙他们 我们会非常感谢 何淑平表示 自来水高地社区供水改善四年计划 只剩下两年 如果因为工程改善经费没有到位 而弃权或是延后执行 会非常可惜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今天要为您介绍一位公车司机赖文峰 不少基隆人都喜欢搭他开的公车 因为他非常有服务热情 让乘客很感动 一句提醒小心 让乘客觉得好贴心 这是基隆士公车司机赖文峰 每天的日常 不只提醒乘客要服好 也会细心地观察到不同乘客的需求 日前金融市民薛小姐抱着婴儿搭公车 当时雨天又提着大包小包 没想到 然后司机就是看到我一上车之后 然后他就直接对着后面的乘客很大声 非常大声地说 有没有刚好哪里有座位啊 那可以让这位抱小孩的小姐让他坐这样子 对 然后因为这个司机是 他的体贴的事情 其实已经有说俄文了啦 但是第一次发生到自己身上 你就会觉得 哇原来人的温暖是这种感觉 因为这一条路线长者比较多啦 前面都是长者啊 你也不好意思叫长者让坐这样子 我又知道 口吻就是哪位乘客方便 让个座位给这个抱婴儿的小姐坐这样 来 这个转弯哦 基隆多雨的天气 赖文峰开了20多年的公车之力 似乎很习惯 对于每位乘客 他都平常心对待 不只乘客喜欢搭他的公车 就连同事的眼中 他的精神值得敬佩 所以你们很喜欢搭他的公车 对啊对啊 为什么变成朋友 对啊对啊 他都对老人通通很亲切 一样啦他上车啦 什么啦转弯啦 是要做什么都会提醒乘客 看我们后面有人在追了 要上他的车子之后 他都会稍微等一下 有的车子不是啦 对不对 没有人门关了我就开了啦 他不是 他看后视镜有看到 后面有人跟来的时候 他会觉得稍稍等一下给你上车 平常就是要帮助乘客 遇到乘客有困难的时候 会主动协助帮忙 对每人都是模糠老公 今天还得到全国的模糠老公 选拔得名 我们就是来服务基隆市民的 就是平常心每天开车 其实每天都是做一样的事情 很感谢乘客 一直在称赞我这样 在镜头前相当的腼腆 对于乘客对他的称赞 赖文峰谦虚的说 只是每天的工作一部分 希望把每位乘客安全的送到目的地 记者黄绍铭记用报道 基隆有一名保姆发现三个多月的女婴 全身瘫软无动静 失去了心跳呼吸 送医抢救仍然不治 警方调查这名保姆没有症状 但邻居说他带孩子很有口碑 检方将调查女婴死亡的真正原因 计程车火速抵达急诊室门口 医护人员连忙接过 夫人手上的女婴 因为帮忙照顾的小女婴 没了心跳呼吸 警方调查 临性保姆帮忙家属照顾三个月大的女婴 凌晨四点女婴突然起床哭闹 保姆担心吵到家人 就把女婴抱下楼 却不小心让女婴头部撞到 直到早上七点要泡牛奶 邻居听到消息都很震惊 因为保姆带孩子很有经验 在地方上有口碑 不过社会处发现保姆没有执照 他都会来给他买东西 人是很好 我们说真的 他是不是带很久了 很有经验了 朋友经验 人家都很爱带来 他不爱带来 他也一直要钱带来 他就很爱带来就对了 称有女婴因不明原因身体贪软送医急救 经医院抢救后 无呼吸心跳宣告死亡死因待查 警方接获通报后 初步了解该女婴送医浅戏脱油保姆照顾 处于儿少保护案件通报相关单位介入协助 并报请台湾基隆地方检察署司法相验 检察官7日上午进行商验 事案保姆经过复讯之后 检察官认为灵性保姆设有重嫌 涉嫌过失致死罪 命令10万元交保 后续将进一步调查 真正死因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未来要推广校园循环经济的理念落实到日常生活中 2030超越圈循环经济新创展 在国立台湾海洋大学学生活动中心整出三个月 要带领大众感受循环经济的新创展 资源回收再利用的概念大家都懂 但如何创新又能营上时代的潮流 创造另一波的经济价值 这可得花脑筋 2030超越圈循环经济创展 开始在全国各校园起跑 起跑第一站就在国立台湾海洋大学 学生活动中心一楼 像极了爱情人文共享空间 向民众免费展示结合土地与人文故事的循环日常 在讲循环经济非常的被大家所重视 在2030年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物质 从生产制造到做所谓的消费 以及最后回收的一个这个过程 达到循环的利用 像正用蒲草打造的吸管 蒲草吸管这个厂商他们的团队 其实他们就是利用蒲草 从消毒到生产的这个过程中 可以达到一个循环经济的一个效益 还有利用废弃菱角壳打造的周边用品 像台南官田他们所生产的菱角 据统计就有每一年都有上万吨 如果萃取出一些当中的物质去做成口罩 然后可能添加一些茶树精油做成肥皂 另外路边可见的旗帜也可以很有型 美丽光华协会他们就是利用这样子去回收 这些废弃的旗帜来制作像零钱包 像这种环保袋的一个概念 现场还可以看到以树木取代原木的台节绿节目 全民绿能 全民太阳人共享式 基隆在第七年艺术家汪学展 以装置艺术展现珍惜资源的重要性 开幕现场产发处处长黄建峰 都亲自到现场鼓励年轻人 这档展览不只展出学校生活也能朝循环经济的绿生活模式 更以一条龙的方式帮助想投入循环经济创新的单位 找到资源媒合的平台与整合 推展台湾特有的环保文创 成为绿色育成孵化平台 环境的问题没有一个人是圈外人 欢迎大家一起加入2030超越圈圈 一起为地球发声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我想要月入百万赚大钱 我想要住豪宅开营车 我想要天天上云排包 短短吃高级烂力 来 现在亲下去 你就是人生赢家啦 行行吧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应征工作时要确认诚实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那么我们看见简直言 我们欢迎看见简直面 注意到 Each speaker 欢迎回到《中文字幕志愿者》 三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欢迎回到《中文字幕志愿者》 有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议举办的儿少节目五星奖颁奖典礼中 特别规划了一个儿少评审团奖 特别是颁奖人是一群来自各校的年轻学生 他们从参与评审培列营开始认识本土的儿少节目 学习这么当评审 更感受到制作节目的辛苦 他们也呼吁家长和儿少朋友多支持优质的本土儿少节目 再一次掌声恭喜 降薪 降薪 画面上就是由儿少评审亲自来颁发今年的儿少评审团奖 获奖的公共电视台降薪 降薪 降薪制作单位也感到很开心 能够获得儿少评审们的青睐 这群来自各校的年轻学子们从一开始参与评审培列营队 慢慢关注到本土的儿少节目 用心学习怎么样当评审 更感受到儿少节目制作的用心与辛苦 在这一次的评审过程中呢 我们这次选出来的是降薪 降薪 那降薪 降薪这一次它呢就带出了很多公共的议题 那我觉得这在我们从小就有对待这种公共议题的热忱 所以我觉得制作这些节目的大人们都很厉害 他们从小就一直保持着这样子 对这个世界很多的关心 很多的热忱 然后而且到长大之后还可以维持这样子 然后去拍出我们的这些节目来 然后更影响我们的下一代 让我们更多的孩子 更多的下一代都成为可以关心公共议题的人 我评选这些节目我觉得就是还蛮开眼界的 因为虽然我一直以来都有算有在看儿少节目 但是就不知道现在新型的儿少节目有这么多种样的领域 像是我就觉得降薪降薪这个节目就是蛮有意思的 因为这个领域是我们平常比较少会接触到的 如果是地域12岁以下的儿少节目的话 以我们年纪比较大的角度来看 我就会觉得可能没有这么准确 但是我也会试着用可能那个年龄层的小朋友的角度去评选 参加完这个活动之后 我最喜欢的影片是女孩上场 因为在现在这个时代还是会有一些父母觉得 为什么女生要打球 然后不要注重功课 然后我觉得看完这部影片 我推荐这个影片给家长看 希望大家都会关心儿少的节目 像我最喜欢的是那个 那个在讲女子篮球队的故事 因为我国中的时候她也是 我们学校有一个非常知名的篮球队 那我就发现说不管他们的成绩是好是不好 那他们在平常练习的过程中都会有争吵 甚至是这些血泪 那我觉得再贴 就可以真实呈现出生活的真面目 而不是那些想象中的故事 我们自己选的东西当然是 对我们来说我们很喜欢 然后我们也觉得可以学到东西的东西 大家在成长过程中 一定都会有透过这些东西去吸取到养分 担任儿少评审的过程中 他们都认为儿少节目非常重要 尤其是电视节目内容 对于儿童会具有潜移默化的功能 甚至影响到思想与态度 其实我自己觉得 其实儿少节目它在生活中 是真的具有潜移默化的能力 例如说就是在可能晚餐时间的时候 许多上在学龄前或者是国小的学生 他们不见得像我们一样 已经有拿着手机在使用 所以这时候电视节目 搞不好就是他们唯一的兴趣来源 那假如他们看到的东西 都全部都是新山色 或者是暴力血腥的东西 那或许对他们的成长 就会造成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目前 在台湾制作儿少节目的团队 真的都非常的优秀 也非常的辛苦 我自己也觉得 美观能够举办这样子的评选 让儿少评审纳入评选的行列 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并且它也能够唤起大众 对于儿少节目议题的重视 这次担任儿少评审的经验 让这群年轻学子们收获满满 他们对于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 每年持续举办儿少节目的评选与颁奖 感到非常支持 也希望这股力量 能够让更多优质的本土儿少节目 被观赏被看见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大稻城是台湾南北或著名的集散地 民众逛迪化街时 是否发现了有不少店家有养猫 原先是为了要防老鼠 却意外地成为迪化街最可爱的风景 甚至举办了喵喵摄影展 透过镜头带您一块来看看 知识优雅地坐卧在玻璃药柜上 或是睁大眼睛像招财猫一样看着客人 一只只可爱的猫咪都是迪化街店家的猫店长 特性就喜欢乱晃这样子 有时候我们会请客人吃鲍鱼 然后他如果就是趁 就是大家不注意 然后就偷偷跳上桌子上 然后去投资这样子 迪化街是著名南北或一条街 养猫原先是因为防老鼠 却意外成为店家的招财猫 有猫咪不只有IG粉丝 还有猫咪会到处串门子 成为店家之间的亲善大事 店家他们会养猫的目的 会稍微有一点点不同 当然蛮多是因为 当初是因为这边卖 蛮多都是跟吃的东西有关 然后很多是因为是怕有老鼠在 那养猫就可以帮他们 是有去老鼠的这个部分 很多其实也都是从这个流浪猫来 那其中有一只是猫妈妈 那他生了 当初生了一窝的猫之后呢 然后附近有一个店家 他也想要说 刚好可以去认你一只猫 所以他跟后面有一间 这个未来的农产行 他是卖这个南北货的这个店家 他们家这两家的猫 就是有亲戚关系在 所以你会发现 有些店家其实他们家的猫 是有不一样的一个亲戚关系 而举办猫咪摄影展的契机 是一位摄影师在迪化街 古装拍摄工作时 发现了一只可爱的店猫 就请模特跟猫一起入境 从此与大道城店猫 结下不解之缘 之前有一位专门拍猫的摄影师 叫蔡蔡子 那之前他帮这个台北画摊 有拍过一次这个 街上猫的一个特辑 那有人来找我们协会 做一些就是洽谈的部分 说看可以做什么样的合作 那后来就谈到说 有没有可能说之后 因为这边其实生态就是有蛮多的店 都有店猫的部分 刚好大家都有发现到这件事情 然后想说有没有可能去 以这样的议题来去出一本 做关于这个街上店家跟猫的 这样的一个摄影书 然后再想说 那在我们出租之前 有可能就是把这些店家 可以先挑一部分 来做这样的摄影展 让大家知道说 其实在大道城这边的这些 包括小动物啦 这些猫的部分 可以让他们通过不同的角度 来去认识这样的店家 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摄影展 现场除了展出十家店猫 还有图说介绍 每一只猫咪的个性和特色 这些猫小孩 不仅是店家亲密的家人朋友 也是迪化街最迷人的可爱风景 记者林熙会台北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 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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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吝点赞 转发 眼界一定为真吗 以 сильно迪连影 不转发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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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是记者是编辑,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移化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个无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集团关心您 妈,那个网址你别乱点啊 应该是骗个之的钓鱼网站 怎么可能 上面的图片没错啊 有这种活动都是官方发布讯息 你看这个账号旁边并没有通过认证的 绿色、蓝色盾牌 粉丝页也没有官方认证的蓝勾勾 啊我已经加入了怎么办 你先检举并封锁这个假账号 然后赶快更新你的密码 这么严重哦 下次不管是看到 不要简讯、email或是网站连结 不要随便点选 对于询问个人资料的信件 要提高警觉 切勿因贪小便宜 点选好康连结 定期检查网络交易记录 及更新网站密码 才不会落入诈骗圈套里面 好康连结别乱点 保护个资才安全 好康连结